欢迎回来台湾好所在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展望明年咯 很多人都在等房市跌要买房子 但是真的会跌吗 好我们来看看 那么这个到底2014的一个涨跌争霸战如何 不过我们还是要看一看 到底这个台湾的房市一路是怎么涨起来的 好来看到一个统计图 带大家来看看这个房价的一个数字 最近我们看到都是大涨小跌 我们用双北来做一个比较 这是2004年的一个均价 从26万7你看在台北市的部分 一路往上涨涨涨涨涨用跳的 那么跳到了2013年的一个均价是63万6了 那么下面是新北市 你看在2004年的时候还15万2 就是成交的均价 然后也是涨涨涨涨涨涨涨 到我们看到了2013年是29万6 快要30万了 这都是平均的一个价格 所以根本就是一路往上 你说要打房打老半天 有吗没有啊 打的就像我们刚刚玉珍姐讲的啊 这个价格稳在那个地方 只是说量好像缩了一点 但是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个成交数字 好像量又开始慢慢的 有一点逐步增温的一个状况了 所以呢到底明年怎么样呢 好继续我们就来看到了这个第三张 明年其实也有包括像政治因素要选举了嘛 这个选举到底对房市利空还利多勒 预售市场哦 刚刚我们帅大哥讲了低估区就是会跳起来 就是补涨的嘛 那中股市场呢 如果没办法买新房子要买中股屋的话哦 到底这个价格怎么看哦 豪宅市场呢 你看看我们刚刚讲了地保298万人家都在买了哦 好像也是没有在care你什么央行要打房之类的哦 我们一个一个来聊我们先来看政治因素哦 这个政治因素到底对房市是利多还利空 我先请教一下帅大哥 政治因素大家所讲的政治因素在台湾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除非是总统选举 是 还有哦 政治因素 他选五都选举你觉得没有影响 那是低汪没有影响 但是又有影响了 当他在投票前一两个月的时候男人很奇怪 电视转来转去 这次一直在看房地产 啊你能去看房子的时候 看选举 看选举你能看房子以后叫他老公去看死都不看 所以成交量会降低 那几个月 成交量会降低 价格没有影响 是因为大家太热了 所以大概预期说 因为明年七合一选举的关系 所以上半年可能会好一点 上半年的话要创造题材啊 这个五都呢 所有的候选人都要来炒作说 我这里要做什么 我这里要规划 什么航空城又是什么六百公室 对 会所有的大饼都出来了 那而且每一个候选人都会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 我以后有什么规划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五都的 就是说这七合一选举的话 会让所有就是在现在也六都了嘛 因为这个桃园也要倒数计时了 所以会让这几都呢 都在炒作这个选举的关系 上半年会有好的题材 所以有很多人说 那我是不是在上半年卖房子会比较好 如果说你真的要做调节的话 那下半年的话 因为选举投票前 真的会有摔过头所提到的那个现象 就是选举的热潮 然后资金呢 资金会大量用在这个 跟选举有关的相关活动上面 所以它的整个市场的热度 就会稍微萎缩 好 金融哥 你是不是有一个推案量的一个数字 大家在于这个快要选举的时候 推案量是不是会荡下来 其实我们看这几年的 这个房市的这个推案量 其实除了就是92年那个很冷的地方 98年金融海啸以外 现在推案量其实都维持在一个高档 那这个高档你其实要换算 换算就是他推出来的户数 为什么 因为房价一直往上 所以你看到推案金额多少亿多少亿 但是你去换算成当年的房价 你才知道说他推了多少的户数出来 那像刚才这个郁真姐讲到一个很关键 我的看法是比较delay 就是目前现在的气氛在于说 他们还在卡位置 到底是谁出来选 上半年可能先炒完了 下半年就位了之后才开始炒政策 所以热度应该反而是在下半年的时候 会有比较多的话题 还有多的题材去做这个事情 上半年可能就是先看看谁要出来选 还有他的气氛往空往多去走 那但是我提供一下 现在有三个数据绑架了我们的政府 失业率 自由住宅率 GDP 这三个东西绑架了政府之后 全部来看政府的成绩都用这个地方来做 那这个地方来做呢 你的政策就容易被绑住 绑住以后你会不会去往空方去做 那恐怕是不会进燃了 所以说政府真的要落实居住正义 是在他选上之后 而不是在他要选之前 所以要选之前可能会端一些 像刚才他们讲的这个好的菜色出来 对 好那死卫如果这个明年要选举的话 你建议大家明年买还是卖 你知道今年有个很忐忑的情况 当然我不希望最后变成像郁珍姐那样 虽然可能会造成这样 会往这个方向走 可是你们发现 各六都的候选人 其实你们讲说市长 大概都知道谁会出来 或是谁上来 大概是什么颜色 还蛮笃定的 那这个在选举之前 我觉得会有一些心理波动是因为说 另外一个想要竞选的对象 他一定会想办法要抓住市民的眼光 要抓住像帅国藤阳 就是大家希望打开电视来看 这个政界很不一样 所以就会有这样子刺激的出现 那到底房子会跌吗 不知道因为现在还在选举 因为我考虑台中 你觉得会变天吗 台中我看不容易 所以我跟你讲说 很多地方是不容易 可是如果今天我台中的 我是台中的候选 我想要刺激一下 我是不要对台中的无房子而说 我要打击 对不对 有房子 他看有没有机会搏出头 就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有点不一样 好来我们来看看预售市场 房价低估区 预售会补涨 帅牙哥 所以就是你刚提到的 在中南部地区吗 这个预售市场 那个预售会补涨 预售不是补涨 预售都开天价 开天价 他雇在土城顶普65万 还有一个那个奇远70万 更妙的是旋转大楼 淡水机也在开准备开70 对 那反正都莫名其妙啦 还有高雄都没有开 李龙十六很远远远远 望远镜看不到的地方 他现在都要开5070 不要讲本地人都傻眼了 连我台北人都认为 你是神经病的吗 那不是补涨 都是用跳的 用跳的 骂得怎样我不知道 我再告诉你啦 不是投资客吵起来了 建商啦 建商 现在建商剩下的土地 全部都有上地标啦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 就所谓的预售的 如果讲补涨 应该是比价效应之后 有一些区域 它现在变成话题 人家那边都7080了 你怎么可能还四六字头 就因为这样子而上来 最明显的是 最明显的像最近的话 比如说文山木炸 以前呢 大家看到文山木炸的案子 还有玉秀的 就四字头五字头的 现在呢 你看到 哇 怎么连这里都是 八十几万九十几万 的案子也上来了 对 然后连戏子这些地方 你说 你说假如景美木炸的推案 比戏子还低 那不是笑话吗 那当戏子都已经推出 六十几万的时候 那你景美木炸 你还在推五十几六十万 不是会被人家笑吗 所以这样这样的 比价效应它就上来了 已经不只是比同区 我去比别区 然后去比别县市 人家都怎样 我也要怎样 都一直在拉天价 亦首都在拉天价 可是我最近看到一个情况 不是有一点 渐渐的在改变的 就是我去找了一些 自助型的个案 他们价格拉不上去 他们也不敢开多高 可是他们就是拉不上去 然后呢 卖也卖得很 自助型个案 如果你今天是 是否投资客的 投资客会炒 这会是建商跟代销 他愿意来炒的时候 那个是不一样 那个价格往上冲 可是自助型的个案 已经停住了 我再举一个例子 淡水 那个 我们讲说 淡水的价格 是不是有点停止了 淡海新市政 对不对 我上次在网上看到一个 十六万六的 十六万六 他现在不是开到三四十万 可是 其实很正常啦 是 对 因为那个区域 回归理性之后 大家想一想 觉得那个 住在那地方 没想到怎么样 就是你看那个 别怕买不起 就是说他们宣称说 已经三字头 对不对 可是你在那附近看 他们前面推的 前面推的 已经盖好的城屋 都还在卖一二字头 对 你十五万左右 都还有啊 对 所以呢 其实 观众朋友 大家都想问的一个问题 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 请大家帮我们做个结论 到底明年的房市怎么样啊 很多人期待房市 要这个房价降下来之后 可以买 金鸣哥 你觉得明年的房市 你怎么看啊 明年的房市 在成交量上面 不会有太多的亮点 那但是在价格上面 我补充一点 像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其实政府心里 有没有谱说 要做些什么事 它是有谱的 所以我的判读是 政府其实是 做多最大的帮手啦 讲现实的 在明年来讲 因为像刚刚预售市场 他只要做一件事情 现在房价 马上就会 弹出一个结果来 可是他一直不做 就是彭总才有讲 这个预售物 你把它当期货来看 那期货的价格 到底是多少 他一直没有去揭开 这个压力锅 那这个压力锅 如果揭开之后 会是什么话题 那当然像刚刚讲的 一件事情还很关键 你今天在实际上登录上面 熊熊看到一个 很低的价格 你要重点是 要去判读 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有的是出了事的房子 或者是地点不好的位置 一栋楼里面 都一样的价格吗 不会的 二楼四楼什么等等 但水一字桃很多 很多没有错 那你在推案的部分 像刚刚讲 这个揭露的部分 你要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压力锅 其实如果要 政府真正知道 去揭开的话 那明年可能会出现 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 这明年不会发生 我认为明年全部都涨 因为 今年全部都涨 那因为我疏赌的不多 就估明年也涨就好了 因为十几年都涨 那么它再涨上去的时候 它的成交量 会再往下掉 所以假设后年 再涨上去的话 成交量又会再往上掉 所以明年是价格会往上 成交量会往下 对 但是所以房价不会跌 会涨 因为今年的全台湾省 没有一个地方跌 所以只好估明年涨 还是涨 你觉得还是涨 我认为全部都涨 来 玉政姐 我觉得明年 大概会有几个状况 一个是房地产 他们还是要炒作 就是有一些亮点 那这些亮点呢 比如说豪宅会有新亮点 当地保都来到298的时候 那你会看到接下来 新案里头300多400多 甚至还有人要挑战500的这种亮点 一定会出现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可能也会有所谓的露气 大陆的某个企业 又来开发的一个区域 那种亮点的炒作 另外就是五都的炒作 以及我觉得有一些是 政府政策上需求 比如说神经院二半搬过去了 然后那边的公务员 哪里的需求在哪边 所以那个地方也会炒作上来 是 史卫来一点点时间 我觉得看选举啦 因为选举的最后那些候选人 讲什么会影响那个方式 不过明明有一些亮点 比如说那个雪汗重画局要开始 大陆的